C罗有八块腹肌,中国国族只有大肚懒,网友,难怪打不进世界杯C罗有八块腹肌,中国国族只有大肚懒,网友,难怪打不进世界杯 大家都知道,运动员每天都有高强度的运动,他们肌肉发达,体质率比常人低很多,职业球员的体质率,平均数据在10%左右, 而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的体质率更低,只有7%,这也难怪C罗为什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了,职业运动员的身体肌肉占比一般都在46%以下,而C罗的肌肉占比已经超过了50%,虽然C罗已经33岁了,但是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, 与23岁的年轻职业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相当,当C罗收紧身体肌肉,微微张开双臂时,肌肉跟爆棚,这画风是不是有一种李小龙的味道? C罗是个健身达人,每天都要进行健身,他花费500万欧元,也就是3700多万人民币,在自己的豪华别墅里,设立了私人健身房, 里面的健身设施齐全,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,C罗每天在里面能带上好几个小时,即使在足球比赛过后,C罗也要完成自己每天的健身任务, C罗每天的训量强度非常大,每天的负重训练,累计要达到20多吨,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 如果说一辆轿车重量为1.5吨,20多吨至少就是14辆轿车叠加起来的重量,如果说一个普通人一次搬起重量为100公斤的重物, 那么C罗每天至少搬起200次,太阳报采访C罗时,C罗表示,自己每天要做1000个仰卧起做, 这个量对自己刚好合适,如果再增加,那就是燃烧肌肉了,C罗每天的运动量保持在3到4个小时, 运动项目包括有氧运动,无氧运动,足球训练以及跑步等等,为了更方便训练自己,C罗把健身房都搬到家里来了, C罗是一个很自律的运动员,不抽烟不喝酒,控制每天的饮食量, 保持充足的睡眠,每天晚上至少要睡8-9个小时,而中午还要午睡1-2个小时, 每天的足球训练和健身训练都是必不可少的,而中国国足运动员是一年不如一年, 当他们在运动上上掀起上衣时,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的大肚子难, 比如前不久摄影师抓拍到高林,冯潇婷,国足主力中场王永破的照片, 他们一个个皮肤嫩白,雕肥体壮,大肚难非常明显,就这身材还想打进世界杯, 2001年,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,那一年打出最好成绩,那时候的中国男足以身体素质出众, 拼抢积极著称,而现在,这些优势都已经荡然无存, 国足们的工资水涨船高,身体素质却僵和日下,2001年中国足球队运动员的身体是下面这样的, 虽然肌肉比不上C罗,但是人家不羁依旧清晰可见,好歹也没有现在国足这样的大肚满吧, C罗的日常是足球训练加健身,而中国国足的日常是, 开豪车,住豪宅,泡美女,一个个身价几千万,球技却一言难尽,越来越差, 就算是欧美最强的足球教练,也拯救不了中国足球队这样的运动员吧, 33岁C罗有八块腹肌,而中国国足运动员,只有大肚满和豪车美女, 网友,难怪国足打不进世界杯, 中文字幕志愿回来,